我們不只拍戲還分了好幾組人 所以大家的時間都要配合 沒有拍戲的朋友會比較 像遷就我們 他們會比較犧牲一點 要配合我們拍戲的時間 他會有怨言之類的 怨言嗎 對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龍乾抱怨一下 怨言當然一定會覺得很煩 然後就是 就是時間很少這樣怎麼練會有壓力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家一起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其實大家 心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會有特別的抱怨情緒出來 大家都是抓緊時間老師講什麼 你們就做了什麼趕快把它完成 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 因為時間很少 我們現在差不多是兩天就要練一首歌 所以也沒有什麼時間抱怨 基本上是這個進度 對 因為太多人做太多工作 所以 我們現在要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時間 真的非常的少 對 所以大家進去練習 寒暄然後練習 這樣子 陳翔還會怕破褲子嗎 你這樣會不會有因應 其實不會耶 因為其實我在破那一次之前 完全不覺得我褲子會破掉 因為其實我在後台也一直練一樣的動作 可能是上台之後比較 熱血沸騰 全身膨脹 腎上腺素比較發達 全身膨脹 就大腿也膨脹 就把褲子撐 不是是私密不會膨脹 欸 欸 欸 不會害怕 不會害怕 就是覺得表演就是全心投入 所以 額外的那些因素 就不會去特別的去想什麼東西 那如果真的 又意外又發生的話 我想 那就是命了 因為內褲換好